253. 《市民日報》 球員替換最考領隊眼光 2015年7月27日富康P08 譚波倫馬趙峰當今球壇有紀錄的最高新架球員 英士王馬馬馬寶·斯·朗及加里夫·巴爾 前者當年由萬聯轉投,創下8000萬磅的天價轉會紀錄 兩年前加里夫·巴爾由熱次加盟 增傳期轉會費是更高的8350萬磅 但王馬會長則宣稱只是7800萬磅 無論如何,這兩個紀錄均屬毫無二萬的最高兩位 加里夫·巴爾有如此本領而當初只效力一支英超壁五以外的球隊 離隊他頭早已是意料中時 但當年亦次出售他獲得的巨額金錢 如何利用來補充球隊的實力 才是一眾球迷所關注的議題 結果其時的熱次教練維拿斯·布亞斯 一口氣以此不金錢簽下包括蘇達到 保連盧、拉美納及艾力神等七名球員 但可惜針對之寶並不是隨便可以取代的 維拿斯·布亞斯這次以量寶則的選擇 換來只是謀合困難及是非不斷 忠於戰績只能反映這次以一換七並非名字選擇 半季之後,當熱次先作客萬成大敗零比六 在於聖誕前主場對利物普亦慘負零比五後 這位教練便被球會假固 所以,球隊換人 一賣一賣之間 關鍵仍是要考主使者的眼光 出售了十年難得一見的陣隊之寶 結果卻換來一堆相對平庸的球員 維拿斯·布亞斯這個失敗諾欣 一生都不宜消除 至於當年最高薪價的廢託 紅軍把他賣月車仔後 那那五千萬磅 一口氣只賣了兩名前鋒二作補償 一位是現金證實極之失敗 薪價高達3500萬磅的康祖卡路爾 但另一位卻是極之成功的哨牙鬚 這樣的替換可算是好壞參半 而在安祖卡路爾離隊後 紅軍用哨牙鬚火牌史端寧及史度列子 在前季卻差點贏了英超 說明了有哨牙鬚在陣 只要拍檔有一定質素 威力隨時可以十分驚人 回想當年阿仙無紅的一時 當白金及泡華瑪斯相繼離隊後 雲家有眼光找回亨利作替補 延續了兵工廠的輝煌 這一替補 亦說明了雲家教授的精明盤算 幼如廢雀爺當年 賣走恩師 找回更年輕沉穩的隊長堅尼 碧涵高架他頭皇馬後 低價補充了來自是不停的師郎 讓曼聯更上層樓 這都突顯了領隊眼光對球隊的重要性 當然 另一特別例子是皇馬這隊傳統全球班吧 名氣無隊可及 奉行的是每年補充最新超級球星政策 除了補充及增強實力 以及為滿足球迷學球新鮮感的願望 當然代價是要賣走其他球星以幫補開支 此所以前季為了買加利夫巴爾 最後要賣走奧斯爾 上季為了買可助大賣球衣的靚仔球星 佔士樂迪股斯 又把交易受傷水準不夠穩定的迪馬利亞高架 賣給曼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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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